很久都没更新我眼中的世界了 最近呢也比较忙 没去什么地方 平时就用手机走到哪拍到哪 这个OPPO Reno2的手机摄像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给大家看看我和他拍的视频吧 你们看 把手指缝在镜头前动一动 下面用手机再眨眼睛 我还挺喜欢下雨天的 盯着下雨的滴滴答答的声音 看我的书 看我的行 这个是凌晨四点的上海 我那天去得比较早 我就把它拍下来 我还聚过一个芦苇丛 录了一段声音 没听 吃点卡路里一会儿能玩跑跑步 消化一下 摆弄手机视频时过程也很好玩 因为可以有不一样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 吃完饭休息一下跑跑步 也是蛮舒服的 好 当时拍的时候很陡 我都没有看水平 现在看拍的还蛮稳的嘛 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 当时漫无目的拍的 现在回头看 一些生活中小的细节 才是最有意思的 手机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简单的创作工具 大家平时也可以拿起它去记录生活中的小瞬间 再跟我分享你们眼中的世界吧